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自從MIRROR演唱會上個月28日發生了那宗事故之後 大家都知道受傷的舞蹈員 其中一位最嚴重傷勢的就是COLA成員 蘇晴的男朋友 現在Mole仍然在心思治療部 情況仍然是危殆 所以蘇晴都應該是無傷 我想心情都非常沉重 也因為這件事 COLA在事發後 整對COLA都沒有什麼露面 不過今天8月4日 COLA首次現身在電台出席節目 但就不見鬚情 只剩7個人 其實他們上電台為了宣傳新歌 全程都被談這件事 即是墮屏的事件 有粉絲也在留言中說 有些打氣的話 COLA加油 蘇晴加油 在電台節目一開始 心靈和Dae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節目開始的時候 阿搞就代表發言 多謝大家很關心我們 我們收到不同界別人士的鼓勵 慰問想說聲 我們OK的 希望大家都平安 希望好的事會發生 我們會帶著大家的力量 去努力繼續做好我們 亦都想繼續散發力量 謝西家就說 不互撐 不過另外有人問 有沒有想待 蘇晴講 阿搞就再說 多謝大家關心 希望可以繼續這樣相信 支持他們 現在給他們一點空間 給他們一點空間 和時間 相信他們會好的 加上今天是Ivy的生日 COLA的成員Ivy 我覺得是比較紅的 最紅的 最多粉絲的位 她說今年生日 希望身邊的人都健康 平安 健康很重要 而且祝福阿Mo和蘇晴 另外阿Dae也有多謝粉絲的支持 其實今次的蘇晴缺席 粉絲除了會擔心她的身體狀態之外 因為她昨天被人發現了 她取消了追蹤MIRROR的花姐 公司Make a View 和ViuTV 魯亭輝 和彩排總監 Roxer等等的帳號 有些人都會揣測擔心她的去向 這件事都算是非常大戲的事 甚至連花姐的老公 昨天IG都說了一些 似有還無的感覺 感覺上都很被人一個 無論是MIRROR 花姐 甚至是老生 各人都好像有些不明的去向 感覺上 更不要說這位傷者 Mo的女朋友 Color身份的蘇晴 那你說會不會生氣 那當然一定會 會不會怪 會不會對公司 因為會這樣表達有些不滿 絕對會 代入回去的角色 你想 怎麼會不會 補充一下花姐老公 在社交網站說了些什麼 努力建立 苦心經營 一件事物 如同親生兒子 感覺將要失去 再躺血 還用一個選擇題的方式 問問網友 旁觀的理感受如何 三個答案就是 善用能力盡力保護 第二 當時人責任 與我無關 第三 無不散之言直 順其自然 花姐老公的這番言論 真的令人覺得 有很多聯想 無限聯想 簡直是 不過說真的 親生兒子不是說MIRROR 又說的是什麼 其實說真的 當然Maker View 上上下下的 各人 將來會是怎樣 暫時都好像未有什麼消息 但當然作為一個鏡粉 當然是不想他們散 不過這麼多日以來 其實Lokman 有在IG上出過一些帖子 叫大家不用擔心 昨天姜濤也有一個 叫大家不要擔心 我們會團結那類的說話 唉 總之 就覺得 很遺憾 這件事 很遺憾 無論對任何人 不懂得給什麼 評論或感覺 唉 好 這一節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延伺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有能力的就支持PATREON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